嗨小红书的宝宝们 大家好我是珊珊 就是我身边的一个朋友 他以前呢就会有一点点眼睛无力 然后呢他总会问我 好像看起来眼睛很有神 我觉得可能是在我们 比如说在以前的表演课中 会有什么对视啊 会有一些眼神的训练 包括呼吸的时候流泪啊 都会用到眼神 那现在呢 我有时候因为工作很累 我会做一些眼部的放松 今天呢就分享给大家 首先呢就是如果你今天觉得 嗯我没有休息好 那个眼神很疲劳 还记得我们小时候有做过眼保健操 那有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把一整套眼保健操做下来呢 那我就会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几个动作 这是我们的眉骨 会去这样按摩一下自己的眉骨 去捏一下 然后像眼睛框这边内侧也会有一些穴位 然后经常就这样捏一捏 稍微按摩一下 然后很多都是说按摩个一分钟 但是呢我也会就是根据自己的时间有所调节 然后第二个动作呢 就是用你的大拇指顶在这个地方 如果说你的眼神很疲劳的话 你会觉得会有一点点的酸胀感 然后向外滑圈 可以用一点点力度 让你的眼睛得到放松 放松眼部的两个小动作 非常非常的简单 而且在哪里都可以做 然后就是可以有一些练眼神 就是你先把手这样伸圆 然后用你的眼睛看到你的这个手指头一个点 然后就一直盯着它 然后就远的 然后近的 再远 再近 再远 再近 就是这样调这个距离 去训练你的眼睛 还有一个练眼神呢 就是要训练你眼睛的灵活度 就是可以这样画一个八字 躺着的八 然后你可以用自己的手指稍微 辅助一下你的眼睛 不然看乱了 还有就是画W 然后我有时候特别累的时候 还会就是闭上眼睛 然后眼珠在眼睛里面就是转动 前面先做一些放松 然后再做一些眼睛肌肉的训练和眼神的训练 觉得可以很好地改善你眼睛的一个疲态 持续做下去慢慢地 也会让你的眼神更加地有神 特别是像一些 比如说眼睛无力的朋友 可以多训练一下自己的眼神 希望大家都有美丽的星星眼 下次见 拜拜